大家好,我是慧云 欢迎收看生活小贴士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折衣服的折法 经常我们都会去办公司 看到一叠叠着很漂亮的衣服 尤其是那些有领子的T恤 那我们要怎么样折得很整齐 能够配合我们的抽屉跟我们的橱柜 所以这里我有一个方法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这件衣服 你看到就是说有领子 那我们就把它先摆平在桌上 那摆平了以后 我们的两只手指 记得一定是要交叉的 所以这只手指就先捏着 这个部分 然后就中间的这个位置 然后再往下走 大概是在中间的部分 也是在腰部 然后你就很快的把它反过来 那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你就已经把它成 就是很整齐的把它们成一半了 那再把这边折上去 然后这边往上折 那很快的你就可以把它折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衣服 那一件一件的其实可以很快的折好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很快的就把一些衣服 折得漂漂亮亮的一叠 就像你在海货公司一样 那当然有时候你的衣服可能不是有那个没有领子的 所以同样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做法 就比方说我这里再给大家示范一次 就像这一条衣服一样 就是没有领子的 是圆领的 但我们也可以同样这样子的折法 就同样把它摆在桌上 然后呢 记得手要交叉 这一支放在这里 然后在中间的部位 我们同样的把它折过来 摆过来 在这一边对折 折上去以后呢 你就发现其实你很轻松的 就能够把它折得很正中的 然后这样子折上去以后呢 你就也是有一条 就是折得美美的一些小腻 所以我希望今天这个小提示能够帮到大家 谢谢收看 小提示 我是慧云 拜拜